今晚我想來頂雞排珍珠奶茶 哎呦 你看很厲害耶 我跟你講 這全部都是樂高做的 沒錯 我跟你講 我們現在來到了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aiwan of樂高 world 很爛的英文 每年不知道去那個 英年前面擠的要跨年嗎 要跨年 要跨年嗎 我告訴你 對 不用怕這樣 這裡就有啊 而且我跟你講 你要跨幾年就跨幾年 我們今天是來拜師學藝的 來來來來 走 他是網路神人大黑白啊 我跟你說 這是真人喔 你不要動這個熱膏 那個對的有嗎 還會動 還會笑的喔 那個咧 有有有 很敬業很敬業 我們樂高金木王國的國王大黑白 大黑白要教我們怎麼做那個 我們要DIY嗎 這種地景吧 我準備兩大包眼線 大家給你們試試看 這個要不要先做什麼簡單的分類 還是什麼 我做完了 基本上如果你拿做建築啊 你拿先找到底板 這麼快 公園 好啦 我們還繼續喔 我們繼續 你還是空的耶 沒有 這樣就差不多 我現在做的是一片水泥地板 我們可以空的 我想說要等你做成一個成品 還不如我們叫大黑白 直接做給我們 對啊 我在想 你許個願喔 好 我來許個願 我呢 想要什麼都有的 百貨公司 百貨公司有嗎 有啊 我做了啊 在這邊啊 這個是百貨公司 它看起來不像啊 你不要騙人 外面寫著百貨 打開你們就知道了 哦 哦哦哦哦 這個打開這麼厲害了 欸 後面什麼都有耶 沒猜的都可以直接看 不過其實大黑白 做了這麼多的作品 一個最厲害的 一定要提到的就是 龍三世 我拍了一百多張照片回來 然後還去找那個 Google的衛生圖 然後去看 就是從空拍 然後看它的比例什麼的 比如說龍主 可能就拍好幾個角度 然後再回來拼這樣子 哇 真的很完整耶 從後殿 中殿 前殿 然後到最前面的那個廟門都有 而且重點就是啊 在這裡面呢 真的是發揮了很大的創意 大黑白白很多 看起來莫名其妙的 你看像蛇 這些龍其實是用蛇 然後呢 他說這個很厲害 這種晶晶的東西 其實是生化人的上半部 所以玩樂高就是這樣 你要發揮創意 那台灣的廟最有趣的地方呢 它還分成北市跟南市 所謂的北市就是北方的樣態 比如說像中國北方 中國北方的廟的特色在哪裡 它就是雄偉壯觀 南地區我們說這個 山多坪力少 地下人又愁 所以它的廟的特色在哪裡呢 它就是相對的比較華麗 那我們在看廟裡面的 很多所謂的食材 龍山是很多地板的 那些所謂的那個大面的酒 就是當年的鴨昌食 那當然再加上我們說後來 日日時期之後 日日時期之後 因為日本人呢 他們喜歡用食材 所以台灣的我們說 廟宇的食材 食牆就加厚加重 廟宇裡面的每一個建築工法 都是每一個不同的 算朝代啦 或者是時期的那個留下來的 其實我們說很多廟 廟宇才能做鴨鴨 就是它那個燕尾要做起來 以前呢民間不能做燕尾 只有你家要考上科舉公民 要不然就是廟才能做燕尾那個鴨鴨 而傳統的廟裡面的屋簷四個角落 你會看到耶 他會用膠子頭做成 這到底是歪國人還是原住民 那以前我們稱荷蘭人叫紅毛藩嘛 那早期的稱原住民 也有稱它叫藩 當然我們這個絕對沒有歧視的意思 那四個角落扛在廟角那個 台語有一句俗言叫 就是那個異象 現在呢要蓋一間廟 是相當的簡單了 你就是上網 然後呢下單叮咚 它就會幫你把它弄起來 而且重點就是呢 比起它這樣子弄樂高兩三個月 還要快